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315章吃货 哟 这东西是藏鸥吧 金色的纯种鸥 刘二刚吓了一跳 常年在藏地生活的他一眼就看出来了肥肥的经历 是啊 藏鸥 薛听雨叫道 肥肥 过来 肥肥这才歪着脑袋 用警告的眼神看了刘二刚一眼 这才摇着尾巴 跑到了薛听雨的跟前 赶了这段路 这家伙没少消耗两人的干粮 他也和薛听雨彻底的混熟了 现在为薛听雨马首是瞻 就连叶浩轩的话有时候 他也不听 好东西啊 这要是到你们大城市去卖 至少值个数千万 纯金的藏鸥少见 这些被藏地人称为敖中之王 藏鸥中的极品 难得 真的难得 刘二刚羡慕的看这肥肥 但是肥肥明显的对这家伙 没有什么好感 冲着他威胁性的嘶吼了几声 刘二刚拾去的离开了 小家伙 怎么这么没有礼貌 薛听雨责备的说 不是他没有礼貌 或许这个人有问题也说不定 叶浩轩说 你是说那店主 不会吧 看起来像是好人啊 薛听雨有些诧异的说 刚才他收费你感觉合理不 叶浩轩说 不合理 死贵 家乡游就要这么多钱 他这明显是黑人 薛听雨摇摇头道 一千块钱一箱油 说真的不贵 叶浩轩摇摇头道 这种地方荒无人烟 这箱油堪比黄金 他就算是要上三千也正常的 但是他却只收了一千 我感觉这里面有猫腻 绝对不简单 那我们晚上还要不要住在这里了 薛听雨微微一愣道 住下吧 天色已经晚了 这地方晚上很冷 你现在的情况不适合长时间赶路 在这里好好休息一晚上 明天一大早上继续赶路 没事的 一个普通人而已 叶浩轩笑道 恩 薛听雨微微地点点头 刘二刚离开了房间 他静止走到了加油的地方 只见那个叫柱子的年轻人傻傻地看着叶浩轩和薛听雨所在的房间 他连加油都忘记了 看什么看 加油啊 等惠尔去干活 刘二刚在刘柱子的脑袋上拍了一巴掌说 爹 那个女人真好看 比以前的都好看 刘柱子傻傻地看着薛听雨所在的房间 他整个人都显得痴痴傻傻的 就知道好看好看 之前给你找的媳妇 你都不要 你想怎么样 刘二刚怒道 我要他做我的媳妇 刘柱突然说 你闭嘴 刘二刚吓了一跳 他抽了儿子一巴掌 然后小声说这俩人不是一般人 等我跟你娘还有你姐合计合计再说 爹 我要媳妇 刘柱子傻傻地说 他的脑袋似乎是有些问题 两人在室内整理好床铺 休息了一阵 一阵敲门声响了起来 同时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 老板 休息了没有 饭菜做好了 去吃饭吧 叶浩轩打开门 只见一个女人站在门口 这个女人姿色一般 她的皮肤并不算白 但是她有种藏地女人特有的柔美 好的 马上过去 叶浩轩说 前面那间房子就是餐厅 我们老板娘做菜不错 平常人可是吃不到的哟 女人微微一笑 她的双眼里闪地一丝异样的目光 叶浩轩和薛听雨一起走向餐厅 这个时候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整个大院里装了五六个白赤灯 现在已经全部亮了起来 天空中的星星很亮 可怜没有月亮 走到了餐厅 一阵饭菜的香味随即传了过来 一个眼角有鱼尾纹的女人 显然就是刚才那年轻女子嘴里的老板娘了 看到两人走来 她笑道 两位 尝尝我的手艺吧 正宗的藏地代客菜 桌子上的菜有奶茶 绝马米饭 灌汤包子 手抓羊肉 大会菜 酸奶六道食品组成 标准的藏地船 捅代客席 谢了 老板娘辛苦了 叶浩轩又拿出几百块钱 递了上去 然后就坐了下来 和薛听雨一起开始吃饭 哎 两位请慢用啊 老板娘笑竹炎开的接过了叶浩轩手中的钱 然后就跑到后厨里去忙活去了 尝尝吧 看起来味道不错 叶浩轩拿起一个塑料手套 递给了薛听雨 然后自己也戴上了一只 抓起一块手抓羊肉 开始吃了起来 手抓羊肉火候很重要 火不能太大了 如果太大了就不好吃了 这手抓羊肉还算正宗 大火煮开后撇去浮沫 一定要及时撇馍子 而且要多撇汤 这样的汤才会更鲜美 炖的过程水会慢慢减少 所以水量要足够 小火慢炖 汤表面只有两三处沸点 咕咚咕咚 地貌这泡 一般要炖两小时左右 这样煮熟的羊肉熟而不烂 又有嚼头 甚至有时候能看见肉块上刀切的痕迹 带着脆骨的肉 嚼起来嘎嘣嘎嘣作响 清脆悦耳 而大火炖出的肉开了花 嚼在嘴里像烂棉花套子 口感和味道都很差 不过 这老板娘的手艺还算是不错 能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 吃到这么正宗的藏地待客席 确实非常的难得 因为这个地方前 不这村后不这店的 能吃到嘴里饭都不错了 更别提这么正宗的手抓羊肉了 吃快手抓羊肉 喝一碗奶茶 感觉胃里暖哄哄的十分的受用 这种高原上的天气 本来就是惊冷为主 天气干燥 所以 藏地菜的特色就是这样 能有效地抑制一些常见的疾病 刚开始吃饭没有多久 刘二刚就拿这一坛 酒走过来笑道 两位 喝口酒暖暖吧 这可是藏权 六十周年指定的酒 我好不容易弄来的 来 妮子 给两位倒酒 喝喝 我这里常年也没有几个人来 所以热情地过了头些 二位可不要见怪 刘二刚笑道 只是他的笑容 叶浩轩怎么看都有些阴沉 现在这社会 越是对你笑的人 往往最是会捅你一刀 对于这些叶浩轩 深有体会 那名去叫叶浩轩两人来吃饭的女子 走了上来 她手里拿着两个酒碗 为叶浩轩和薛听雨两人倒酒 这是我闺女刘洋 刘二刚说 刚才那婆娘是我老婆 我们一家几口人在这里生活很久了 老板娘的手艺不错 到大城市里完全能开家特色菜馆 何必在这里受苦呢 叶浩轩话里有话的说 呵呵 在这里待习惯了 我祖上以前本来是陕地一带的 后来陶兰逃到这里来 就在这里生了根 不过前些天天灾 村子里的人走得走 死得死 也就渐渐没人了 我们索性就在这里开个店 为过路的人服务 刘二刚说 他举起了手中的酒碗道 来 我们干一杯 相逢是缘分吗 不好意思 我不喝酒 薛听雨从来没有喝过白酒 哦 是我疏忽了 你子 去换一碗青柯酒来 这姑娘不喝白酒 刘二刚说 好的 刘洋转身走进了后厨 不一会二 一碗青柯酒就被端了出来 这户人家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藏地人 甚至说话都还带着浓浓的闪地口音 但是入乡随俗 他们在这里生了根 一些风土习惯倒是和藏地一样 青柯酒是藏地常见的 并不是真正的酒 几乎每餐都要喝一些 这样对身体好 薛听雨浅尝了一口 感觉味道挺怪 所以就没喝 在这里陪着两人喝了几杯 然后刘二刚就转身离开了 这一顿饭吃得还算不错 赶了一天的路了 两人吃些热食感觉很暖胃 这个地方极其的荒凉 叶浩轩问过刘二刚 在向前已经没有镇子了 几乎全部是无人区 在向西行数百公里就是雪山所在了 至于说三贤山 刘二刚表示说 没有听说过 叶浩轩本来也就没有抱多大希望 三贤山本来就不为世人所知 在藏地无数连绵的山区中 只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就算是卫星地图上也没有标注 他也只是大概知道地方 吃过饭以后 叶浩轩便和薛听雨一起回到房间休息了 舟车劳顿了一整天 薛听雨感觉很累 他简单的洗过之后 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室内只有一张床 叶浩轩坐到了一张太师以上 然后快速地入定去了 反正浩然觉休息 不休息都一样的 他随便一个地方就能将就这睡觉 在一间青砖筑成的房子上 这一家几口已经换上了一身静装 他们在等着 片刻以后 他们的女儿刘洋悄悄地跑了过来 他沉声道 爹 你的药是不是失效了 我看他们现在一直很好 他们没有昏睡过去 这不可能 刘二刚一脸的不可思议 千真万确的 我在门口听了 那个女的呼吸很均匀 不像是中了的样子 而且 更诡异的是 我根本听不到那个男人的声音 感受不到他任何气息 刘洋说 这不可能 我的药是前几天才找到上师配置的 绝对不可能会失效的 刘二刚沉声道 一定有问题 我们这一次可能是遇到高手了 这一遇到高手了 李认识